如果各位要在就是手機上做錄影的話 這裡也有一個叫做Apple Store螢幕錄影王 跟我們剛剛那個線上的那是同一家公司 可是呢他有就是enjoy的版本也有什麼 也有iOS的版本 那你點進去之後這個我都有試過我確定在enjoy上是可以用的 是可以用的 iOS那邊我就沒有特別試但是他iOS也有推出 那這個也是免費的 所以如果說您覺得說我在行動裝置上 或是我的平板上 可能教學上也好是你的應用 當然有些人是這樣子啦 玩遊戲有沒有手遊要把那個擴關錄下來 也是可以用啦只是說我們在教學上來講 如果說你真的是要用那個部分的 你也不用說我再買個攝影機來拍這個畫面不用啦 直接用裡面錄就好那使用方式是蠻接近的 你可以看到這邊 類似的方法有沒有他會有一個這個 你就選擇要拍照還是要錄影 看是要拍照還是錄影 你就 隨時操作 隨時要停就直接從這邊把它停止就好了 他的操作不難 你看已經這邊有沒有像這樣在錄了 你也可以把它拍下來也可以錄下來 一樣的檔案都不會太大 都是NP4 都是NP4 所以這個是稍微補充一下 我記得我部落格有一篇有寫啦只是我忘記在哪裡 但是還是跟各位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 一般 我有試過一些其他的一些這種螢幕錄影的 效果不見得比這個好 但是這個 還不錯 另外一個你可以搭配一下就是 既然我要錄螢幕 行動裝置上的畫面 如果有筆的話是比較方便 螢幕裝置有沒有 有沒有畫筆可以用 也有呢 在這裡 有一個上面這裡 有沒有 行動裝置上第九個 第九個行動裝置上也有幾個 但是 功能都不算很多 可是就是至少 還方便你畫圖 目前我主要是有找到這兩個 它都有付費版本 都有付費版本 那是免費版本就 還可以基本的需求用得到 主要我會比較推薦這個Draw On Screen這一個 App 好這個App 那你可以看到下面 這個呢就是我剛剛講的用 Appausal Android那個 安卓的螢幕錄影網來錄的效果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你看 有沒有發現這裡 對不對 對我把它 強迫它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 像這樣子 它會有出現這個工具列有沒有 這個工具列 那你就可以來這邊 它有些功能是屬於付費的 但是至少 你可以在這邊就直接 針對你要的去畫圖 好我再可能這樣各位在看YouTube上會比較清楚一點 這樣清楚一點吧 那表示什麼 我們這個錄下來的品質 這個要看你的手機 以我的來講我是 手機的螢幕是到1280x720 所以至少我就可以錄到比較高的 這樣OK嗎 這個是直接在手機上直接操作的 這個工具列你也可以選擇放在下面放在左邊放在上面都可以 甚至把它藏起來也可以 只是 你不要讓自己太忙 呵呵呵 真的太忙就是 如果你 把它藏起來你就要開很多 是不是再找回來 所以通常我會建議就不要太忙 因為我們重點是讓你 比較方便去怎樣 去使用而已 這樣OK嗎 可以喔 所以把行動裝置的部分先在這邊跟大家 簡單的稍微補充一下 這樣至少你也知道說 如果真的有行動裝置的需求 你也可以來使用這樣子 這樣這就說很好 真的 我賺了一些東西